哈囉大家好,我是Lisa 我們今天要來做涼拌蓮藕 準備的材料如上 材料細節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蓮藕洗淨後削皮 準備一盆水並添加幾滴醋 呢? 蓮藕切薄片 将切片的莲藕放入水中洗去淀粉并且防止变色 接着起一锅水 水滚后将莲藕下锅煮2分钟 起锅后将莲藕浸泡冰水 莲藕冷却后再把水倒掉 这时候可以来做酱汁 辣椒切小块 怕辣的可以移除一部分的籽 接着把蒜头切碎 我的蒜头是冷冻过的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难切 香菜也切碎 香菜也切碎 碗中加入酱油 香油 苹果醋 以及糖 并且尝一下味道 最后加入葱花 最后加入葱花 把酱汁跟莲藕抓拌混合均匀 把酱汁跟莲藕抓拌混合均匀 放入冷藏至少30分钟 这样子凉拌联藕就可以享用啰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谢谢